來 機會林董事長 還有副董事長 所有的選議 大家好 主席 我請那個陸委會主委 好 那個 大家不用客氣啦 上來就不用舉功了 等一下 就直接上去就好 動作快一點就好 好 委員好 主委你好 辛苦齁 我請教一下 有關於 我們所推動的兩岸的一個事務 也很快速的一個成長 但是 還有很多負面的 或是有待加強的部分 還是蠻多的 我舉例供你做參考 好 謝謝 一方面 我們政府在101年的11月 至103年的12月 總共有兩人時間 在辦理呼籲 這個台商歸於 返鄉的一個投資計畫 但是這個投資計畫 好像效果不彰顯 台商在大陸地區的投資業務 真正日上 但是大陸的環境也不斷在改變 一些呢 以前是 好像 赫赫不可一世的一個業務 到後來也成為西洋工業 那也沒有任何的競爭力 後來也一一的 千萬內陸 甚至在內陸 因為一些公共投資的建設的漏後 也相當的不足以 後來也轉到 東協或是其他的那個 漏後的國家 那我們政府 適時提出了 歸於返鄉的一個計畫 但是 我們歸於返鄉 好像 我們沒有進到一個協助的一個功能 讓我們這些台商 好像相當的一個輸入感 我簡單提出來 供你做參考一下 謝謝 在投資方面 剛剛開始一呼籲的話 可以說台商相當的踴躍 前後後期 也 但是在他們的用計取得的困難 讓他們有失落感 包括基層 與南嶺 技職勞工的不足 產業又沒有辦法來升級 接觸他們痛 還有環境影響評估的流程 也相當的湧長 包括 台灣的一個環保的藝術抬頭 那加以 政績的不穩定 招致 我們這些台商的一個回流的意願 本來是相當的高 到最後 好像熱臉貼兩屁股一樣 我簡單 一個數目 四季 說你做參考 103年 三月底 已審核通過 共有43件 總投資新台幣 有1980.33億 但是 這些投資的金額跟意願 還是輸給這些台商 轉投資到東協 你主管 這個大陸市務的一個最高的一個行政單位 你應該要 橫向重向的聯繫 也有責任議務 跟我們台灣的一個相關部會 有沒有指之一個呢 相關部會一個一個協助小組這一類的機構 來協助台商 不能說航空口號 你台商回來 但是他們所面臨的困難 或是他們 在外 打拼 好不容易 要把跟留台灣 又面臨很嚴重的一個失落感 所以這方面請你說明一下 好 謝謝委員 那個的確如委員所說 這個 吸引台商 鮭魚返鄉 是最近這兩年 政府一個重要的政策 那我的理解是 經濟部在這方面 其實也做了很多事 那委員剛剛也點出來說 鮭魚返鄉在成效上 面臨的幾個困境 一個是 這個用地取得 這個 事實上 我們知道經濟部 在這個釋放這個 既有的工業區的土地上 有做一些努力 但是或許 在地價方面 可能 現在要取得便宜的用地 大概都是很困難的事 但是 這的確是一個面臨的問題 那另外一個是 那個勞工的問題 委員剛剛也點到了 就是說 其實 希望 這個台商返鄉 希望能夠有 廉價的勞動力 但是 現在的 這個現行的 這個勞動法規裡面 對於外勞的引進 事實上 還是有相當的限制 那這一點 事實上 恐怕短期內 的確 恐怕也不是 經濟部一個部會 它能夠處理的 然後第三個 也如您所說 就是那個環境影響評估 的確也是有一些影響 那我的看法是這樣 就是說 吸引台商 回台灣來投資 這絕對是 政府的一個重要政策 您剛剛的提醒 我們都會 注意 那後續 我們會 跟經濟部這邊 保持密切聯繫 然後 看看有什麼 跨部會協調的部分 如果是我們陸委會 能夠協助經濟部 來進行的部分 或者是 再往上報 大家一起來 透過行政院 跨部會的 這個綜合來處理的方式 我想我們都會 努力去做 那謝謝委員的提醒 感謝主委 感謝主委 我再度要請教你 有關於你的破冰之行 也就是王章會 這個是65年來 破天荒 以政府行政部門單位 你的成績算是最高的 我請教你一下 你去的那一趟 王章會的成果 能不能說明一下 我簡單提示你一下 EFA 簽署到現在 有很多自愛難行 或是說負面的部分 你有沒有在 王章會的時候呢 紀理力爭 第二點 大陸服務法規不透明 這個大家重手皆知 而且潛規則相當的盛行 兩岸的投保協議 似乎仍未發揮 保障台商投資潛意的效果 這個是一個相當明確的問題 因為台商 從在中國大陸投資的潛意 無法獲得保障的案例 可以說越來越多 在截至102年7月 已高達5747件 而且直年在攀升 大家比較熟悉的像 簡單幾個例 像星光商業百貨北京店的 一個金銀錢之爭 太平洋收購 大連電的一個資金糾紛 85度C上海旗艦店 這只是比較大咖的 還有一些中小企業的 包括我們很多的名義代表 也曾經協助台商 一個糾紛的一個解決 那我覺得很納悶 我們在101年 8月16號已經簽訂了 兩岸投資保障協議 這好像沒有什麼發揮 這個具體的效果 那問題到底出在哪裡 我希望你能夠把它點出來 一方面你到底跟王章會的時候 有關於你未來的一個展望 未來你想要的 福茂協議 厚品協議 或是說 狼狼一大堆 未來要推動的還很多 但是已經簽釋完成的 而且面臨這些問題 你要怎麼跟他稍微對一下仗 稍微跟他距離力爭 有時候讓我們的台商 在那邊投資的時候 好像很委屈 所以說在這方面 也請你來說明一下 是 報告委員 就是說今年2月 我到大陸去訪問 那這件事陳如委員所說 這是兩岸隔海分支65年來 這個現任官員 以正式的執嫌來 進行互動的第一次 那當然它有許多象徵上的意義 那在具體的事務上 那基本上如果是在這個經貿 因為它還有 我們在其他部分有一些意見交換 在經貿方面 我們主要談的是 未來這個區域經濟整合 這個部分 這個希望說 這個陸方要能夠樂觀其成 對於未來我們 這個加入TPP跟RCEP的這些部分 大概主要是談這個 那您剛剛提到的 這個幾個問題 像投保協議的問題 像那個 一些投資糾紛的問題 在我2月中旬去大陸回來後 在2月下旬 2月下旬的時候 那個兩岸之間 有舉行了這個協議的檢討會議 第二次的協議檢討會議 那關於這個協議的 後續的執行的狀況 事實上 在那個協議檢討會議 就有些檢討 那包括您剛剛提到的 這個投保協議 到底有沒有發生效果 我們的理解是現在 從投保協議生效到現在 大概目前台商 來跟經濟部投訴的 登記有案的大概有97件 這97件裡面 大概有25件已經協處完成 大概四分之一左右 那還有四分之三左右的案件 目前還在協處中 包括您剛剛提到的 像那個星光三月搜狗 還有搜狗這幾個案子 其實包括經濟部 包括陸委會 在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們都有直接 在發生的那個時候 就跟陸方講 希望他們妥事的處理 那以搜狗案跟星光三月搜狗案 後來也都算是順利的解決 所以我們未來會強化 繼續注意這個 協議執行檢討的這個問題 主委啊 離去跟人推動進入 有時候要跟人拚弄 你不是跟官樣文章 照本先讀 有時候人在隨鳥你啊 人家大 租金也比我們大 服務員也比我們遼闊 所以說 我不知道你是怎麼樣來推動 你只是說 照本先讀官樣文章 按照這個 程序化 那有時候效果還是有限 好了 你先回這文 董事長 謝謝 林董事長 好 六位你好 辛苦了 我想說 我們的台商里也 進入生育也有了 有時候可以最重台商的力量 或是台協的力量 但是台協在那邊為了生存 可以說橫向重向的一個交流 和一個發展 都有很好的一個成效 不然的話如果說只是按照 我們這個 助度的程序來推動 有時候 也是自愛難行 何況 大陸呢 沒關係就要趕快找關係 有關係就沒關係 所以潛在的一個 規則盛行 我想你是一個兩岸通 你也應該相當了解 所以在最後面 也提供給你做參考 有關於 投保協議 以及生育至今 以及台商的交通各方面 你有什麼看法 有什麼有效的方法 來協助解決 是這樣 我們現在台商在大陸 已經超過9萬家 台商協會有139個會 還有一個台氣連 那麼我們跟台商的互動 當然都會關懷了解它 對於這個投資方面 所遭遇的問題 那麼事實上 處理的這個基本的原則 就是說我們現在有兩個管道 一個管道就是機制化的 投保協議裡邊的一個窗口 來服務 這個服務 假設還有必須過萬 必須特別關懷的 海基海協 這個也是另外一個管道 我們能夠提供服務 那我們服務的方法 除了韓轉海協會 在繼續追蹤以外 我們在大陸參訪的過程當中 遇到高層 假設有它這個省市書記 或者是市裡面的市委書記 等等它這個高層 那麼那個省市有台商 社委區還不能解決的問題 我們就當面把這些案件 請他們多幫忙 多協助 譬如說我這次到雲南昆明 那麼就有兩個台商 我們在這台會的時候 他提出來 他說有兩個土地問題 都是一兩年都不能解決 錢交了 他那個計畫改變 那麼希望趕快換地給他 那麼當場我們聽到遇見以後 馬上跟他們書記溝通 也請鄭立宗一起處理 那麼就當天就把它解決掉 那同意下個月就把地交給他 等等 我們是用這樣一個互動的方法 來為台商解決問題 謝謝 好 好 那個接下來 段尼康委員 幫忙 立場 這麼 Omar 立場 Born 本 Read